维持就突破了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 许许多多不同维持空间的 那些僧物 那些人物 我们讲的鬼神天神 你轻眼会看到 为什么呢 这个界限突破了 现在科学家知道有 但是不懂得用什么方法突破 佛教 印度教都是用禅定的方法来突破 所以这个事情是真的 不是假的 你可以证实 所以佛教人的高明的地方 就在此地 他不是说了 你听他的 他不是这样说 我跟你说了 教你方法 你去求证 你一定会证实 你证实 这才是你的东西 你不证实 是别人的东西 你依旧得不到受用 所以唯一就是我们要 断卧修善 要改过自信 不要把所有一切责任推给别人 一定要回过头来自己反省 我做得不好 我做得不够 当然这个最重要基本问题 是教育 所以有许多人问我 这些灾难 我笼统用一句话说 这些灾难怎么形成的呢 不听老人言 赤亏在眼前 什么是老人呢 佛是老人 孔子是老人 耶稣是老人 穆罕默德是老人 你不听他们的话嘛 你随顺自己的烦恼习气 自作主张 胆大妄为 造成这个果报 你怎么能怪别人 所以最重要的教育 教育在一般来讲四大类 第一个是家庭教育 现在家庭教育彻底毁掉了 第二个是学校教育 现在学校教育只着重科学技术 人文教育没有了 伦理教育没有了 道德教育没有了 所以科技发达 世界最后还是免不了灾难 那么第三种呢 社会教育 那社会教育 你们从此于这个传播界 你们所教导社会大众叫什么 我们一看这里面内容 杀到阴望 造受这种教育 他怎么会没有灾难呢 中国古代文艺教育 你看孔老夫子定的宗旨 私无邪 文艺要提倡 欲教愚乐 里头有一个总原则 不能让众生 接受这个教育 他有邪志邪进 那你就错了 你要给他正知正见 所以中国古代 你们看看像园区 这个古时候 这个国武 乃至于到最后的这个金句 大多数的内容 讲的是忠孝皆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